唐伯虎并没有九个老婆 倒是有一个深爱的叫沈九娘的老婆 唐伯虎第一个老婆年纪轻轻就死了 连同二人的孩子也随之夭折 唐伯虎第二个老婆何事 因为她卷入了科考无弊案 试图梦断 弃他而去 给权贵续了闲 穷困潦倒的唐伯虎坠入了人生谷底 昏昏噩噩的昏日子 此时粉丝沈九娘又重新出现在了她的生命中 沈九娘是苏州铭记 曾表演过歌舞为进京赶考的唐伯虎送行 当时唐伯虎就惊为天人 二人心心相印情不自禁 很快就走到了一起 这段恋情因为女方的身份被亲友反对 甚至她胞弟都和她断绝了关系 但二人始终不抛弃不放弃 沈九娘不仅给了唐伯虎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 也从客观上给唐伯虎潜心作画 提供了物质条件 不仅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 还帮她洗眼台磨磨调颜色 久违的温暖让唐伯虎又对生活充满了激情和希望 三四年后 同为江南四大才子的朱之山 见证了唐伯虎和沈九娘的婚礼 这一年唐伯虎36岁 沈九娘31岁 唐伯虎在苏州桃花屋买下了一座宅院 起名桃花庵 字号桃花庵主 自此桃花庵就成了沈州 朱之山 文正明等朋友喝酒品茶 吟诗作画的阵地 沈九娘还给唐伯虎生了个女儿 叫桃生 结果好日子刚过了三五年 沈九娘就因病死掉了 只剩下悲痛欲绝的唐伯虎和女儿桃生 唐伯虎再也没有续弦 两年之后 她皈依佛门 好六如居士 觉得人生如梦如幻 如炮如影 如鹿如电 一切皆是无常 一点闲聊 我爱你们